8个月时间,60岁的张贝穿着中国红的衣服,开着中国红的汽车,自驾12个国家,行驶了15000余公里。 2024年7月,他又要自驾前往非洲,继续他的环球旅行。 在张贝看来,退休生活不应该是在家带着孙子跳跳广场舞,年轻时为工作拼搏,退休后就应该追寻自己的梦想,享受生活。 环球自驾不仅可以欣赏到沿途的风景,感受各国文化,也可以结识很多喜欢中国文化的朋友。 环球到沙特阿拉伯,再到约旦,然后走了伊拉克,从伊拉克开始就是往回返,就又走了土耳其,哥鲁基亚,俄罗斯,最后经过蒙古国,回到中国了。 自驾旅行途中,很多国家的民众对中国文化的喜爱,让她感动和骄傲。 穿汉服的小姑娘呢,当时是在哈萨克斯坦的街头,因为她们从我的面前过啊,我一看这不是汉服,我以为是中国人,我就追着她们,就是想问问她们,是不是从中国过来的。 然后她就告诉我,她说我们正在学习这个汉语,所以我们为了给自己创造一个这个学习的语境,然后他们又专门去学习这种汉服的这种服饰,然后它和语言结合起来,这样能够更加深入地去了解中国的文化,去感受中国的文化。 据张贝介绍,在这八个月的自驾旅途中,各个国家的友人为她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帮助,让她感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友人的善意。 同时,这些外国友人也愿意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,以及现在的发展情况。 张贝认为,旅程不仅限于欣赏沿途的风景,更在于了解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,只有以开放包容的心拥抱世界,才能更好地理解,尊重和接纳不同的人。 我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,这一步迈得有点勇敢,但是我还是希望以后呢,在这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下,继续勇敢下去。 因为我始终有一句话就是说,一生总要勇敢一次,就像没有出过国门的时候,我们觉得特别害怕,对吧? 勇敢地跨出了这一步,你就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。 文化的信念 您禲来的信念